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有單突發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這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接受有線電視專訪的時候 自爆原來她現在用現金出糧 而且在香港沒有一家銀行提供服務給她 到底林鄭還自爆了什麼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林鄭就是這樣說 她說她是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 但是沒有一家的銀行提供服務給她 她每天都是使用現金買所有東西 她現在有大量的現金放在家 應該是禮賓府 因為政府出糧給她都是用現金 她現在就沒有銀行戶口 主持就追問她 是不是一開始就沒有銀行戶口 林鄭就回答 當然不是 她還提到 因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受到制裁 是她的榮幸 其實林鄭的這個說法 就是隱含著一個訊息 她提到沒有一家銀行提供服務給她 換言之 連那些中資銀行 都是不願意 不想做她的生意 又或者 那些中資銀行 就是不想冒著 給美國當局二次制裁的風險 來做她的生意 否則她就不會提到 說沒有銀行提供服務給她 另外林鄭還提到 說她現在是 出現金糧 其實身為這個行政長官 她每個月就是領取 416500港幣的月薪 即是截俠有416張的1000元 和一張的500元 她一個月的月薪應該是 一個紙皮袋都裝得了 她說 政府來資深用現金 我相信 就是由政府 付務署直接支取給她 不需要通過任何銀行 和金融機構 另外林鄭也提到 她有大量現金放在家 這個都可以理解 因為她除了每個月 出這麼多張銀紙之外 由於她現在沒有銀行戶口 即是說 她放在銀行戶口的積蓄 全部都是拿出來的 所以她放在一屋銀紙 是不奇怪的 當然 這些美國的制裁 是不是事實上對於被制裁的人士 帶來了生活的不便 我想這個答案又不言而遇 起碼來說 她現在的衣食住行各方面 都是要用現金 但是大家都知道 來到這個21世紀 很多事都講求電子化 包括要用信用卡 要用電子貨幣 按照林鄭現在這個說法 隨時她連進行網購 都可能會有困難 因為網購 一般不會給現金 當然 她有那麼多的助手 她就不需要網購 但是在其他衣食住行的各方面 每次都要給現金 事實上 會麻煩很多 就算你說出街吃飯也好 買東西也好 每次都拿著一大堆銀紙 去數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網民留言 突然他們就質疑了 林鄭說的那些話你就相信了嗎 他說沒有銀行提供服務給他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就相信林鄭這番說法 就堅過石堅 為什麼呢 因為銀行打開門口做生意 無非就是求財 不是求棄的 如果那些銀行是知道了 當他做某一些人生意的時候 有可能會導致美國方面 有一些反應的時候 他不去做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不是 大陸當年 就不會有一家昆倫銀行出現了 當時這家昆倫銀行 就是專門跟伊朗方面 去做生意的 所以你說香港的銀行有這樣的取態 我真的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林鄭這個說法 我相信 是可信的 就著這一段 好了 然後林鄭在專訪當中還說了不少東西 在專訪當中 他就提到關於區議會的問題 他就說區議會還能不能發揮區議會的功能 因為經歷了一年新一屆的區議會 都是吵吵吵吵吵的 那麼究竟他的處理辦法是什麼呢 在專訪當中他就沒有作交代 究竟會不會叫區議員去宣誓 還是怎樣 暫時就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區議會遲早就會遭到整頓 另外我還想說一件事 林鄭在專訪當中就說到 說他那份施政報告就提出了要資助青年到大灣區就業 他就說部分的青年是抗拒內地 源於誤會 他說如果你問那些青年 去到哪裡會令你有這樣的觀感 說裡面的人是不好 不斯文或者不規矩 他就會回答你 根本都沒有去過 證明那些青年是看報章報導和社交媒體 是看回來的 他說傳媒工作者有責任灌輸正確訊息和知識給青年人 我就想說一下 為什麼香港那些年輕人 他們是會 不喜歡回大陸去打工做事 有很多個原因 不是抗拒內地 或者是源於誤會等等 這些那麼表面那麼無稽的東西 很多很多種原因 比如說如果大陸是能夠提供得到一個非常優厚的工資條件給他的話 我相信那些人都會欠崩潰的 是不是 只是第一件事講那個工資水平 北京當時說最低工資是2500元人民幣 那當然作為香港的大學生畢業生 去到大陸當然就不只這樣的人工 問題就是當時你特區政府資助他底下 才只有那萬多港幣的工資 將來他的工資增長 那個預期的幅度會是多少呢 作為一個人 他去到一塊陌生的地方 或者是一塊遠一點的地方 不是同城工作的地方 他當然要考慮這些東西 你猜他做義工 他不是做雷鋒的 他是出糧 他就要考慮他的工作的前景 是不是 究竟他那個升遷的機會有 還是沒有 是不是到升遷的時候就需要背景 或者靠山才會升你呢 看到你從香港來的他就不升你 會不會有這些現象出現呢 誰能夠確保得到 他不升你他可以說很多冠冕堂皇的原因 說你能力不足都可以的 是不是 還有的就是 當你去到大陸生活的時候 如果你說 那塊地方是世外桃源來的 烏托邦來的 我想個個都報名搶著去 但是當你林鄭鼓勵青年去大灣區做事的時候 他一定會考慮很多因素 比如說食物安全的問題 或者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又或者他那份工資 究竟用不需要供那些什麼五險一金 諸如此類的 很多很多東西他會有想法的 不只是說一句什麼 抗拒內地 或者是 因為源於誤會就解釋過來 而且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 就算你給得到 比香港更加優厚的工資條件 比如說他本身在香港鬥三皮 你出三皮半四皮給他 有些人都未必願意回大灣區 為什麼呢 純粹因為那個不是同城工作的機會 已經不是說那些什麼自由 民主的追求 不是說那些東西 為什麼香港過去這幾十年以來 在戰後 一直都有那麼多同城工作的就業機會 你忽然之間就要叫那些青年 要去回大灣區做事 但是與此同時 昨天就有單新聞出來了 特區政府就宣佈 那個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簡稱優才計劃 就配額每年由一千名 就增加一倍去到二千名 要吸引那些高技術的人才 和優才來香港定居 這個是不是令人有很多想法 為什麼你一方面就鼓勵那些香港青年 香港那些 大學畢業生回大陸做事 另一方面你又吸引那些大陸人下來 還要增加個名額 你搞什麼呢 是不是會令人質疑 這些人是不是在搞換血呢 香港在戰後一直都是很幸福的 為什麼呢 同城工作是很重要的 世界上很多發達的國家 他們都未必做得到 新加坡也做得到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城市 是不是 但是香港在戰後 同城工作的 很多工種是不需要跨境做事的 這樣你就有一個社會的凝聚力在這裏 你是不是想打破這個社會的凝聚力呢 你是不是想令到那些人分崩離戚呢 有些人去了中山 有些人去了珠海 有些人去了紹興 有些人去了佛山 那就完全 分散了 然後你就引一班港票下來 這班港票是不會對香港的身份認同有任何的感覺的 甚至乎那些人自成一角 他們就喜歡看抖音 喜歡看微信 喜歡看大陸的節目 而且在他們之間又會用普通話來交談 他們就好像完全是一個 叫做局外人的身份 所以他會對於這個地方有什麼的認同 他怎麼會對這個地方有什麼的感情呢 這班人一過年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封關的話 多數就翻了老家 或者老鄉那時候 就過年了 就是這樣的一派人來的 你就引入這些所謂的專才 優才去做那些高黨次 高薪酬的 本地的就業職位 本地的大學畢業生 你就叫他去大灣區 你做什麼 所以林鄭就簡單一句 就說部分青年抗拒內地 是因為誤會 不只是這些那麼膚淺的事情 只是說同城工作 香港在戰後就已經很多年都是這樣運作 大陸都是自從七八年才改革開放 自從見證以來都已經封閉了 接近三十年 那三十年有什麼跨境工作可以給你做 過去幾十年都可以這樣運作的時候 忽然之間你就說 要去大灣區就業 那些人沒有聲音出來才怪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